后来又请的是他的领导 他领导那个男的过来了 就说你这个你知道你这个影响非常不好吗 这个后果很严重 如果有下次的话 对你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我想你自己心里清楚吧 就是那种威胁 过去我们都知道 中国经常讲中国护照多么多么牛逼 对吧世界第一 虽然说中国护照不能把你送去很多地方 为什么 因为要办签证 因为中国护照去哪里都要办签证 但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护照 可以把你从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安全的接回来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最终也还是被打脸了 因为像过去有很多国家发生一些战乱 那中国虽然说中国官方对全世界 对媒体上面口头上面说 我们已经在安排撤侨了 但是私底下我们发现 很多中国人 也就是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 依旧受困于国外 反而是其他国家都把人给接走了 那中国还迟迟没有动作 所以说这也是打脸的 那最近的更可笑的来了 一个中国网红呢 一个中国人从国外回国 结果入境的时候遭到中国政府的刁难 那个盘查 包括教育 训诫等等 你想想都觉得可笑 非常的可笑 我们去其他国家可能遇到的一些事情 当然有些中国人可能去一些发达国家 可能会被叫到小黑屋去调查一下 看你的一些身份资讯有没有作假等等的 看一下你的收入 等等方面的 看你有没有滞留 但是如今一个中国人拿的 就是因为他手上是中国护照 是中国自己人 是中国公民 是中国护照持有人 当他从国外飞回到中国的时候 入境的那一刻 被中国的主管机关 被入境的海关小姐家 在那边刁难 结果小姐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把他的主管机关 把领导又请示来了 结果领导就跟他做了很多的思想教育工作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网红啊 他去到国外其他国家之后 因为他在国外嘛 刚好国外的路客方便入境台湾 所以说他其实也是因为便利啊 就持中国护照飞去台湾了 但是中国政府呢 他也不管你这么多 我相信这个中国网红 他是没有其他想法的 他就是可能想要去台湾 喜欢台湾 可能要想要去看看 毕竟在中国你很难去台湾嘛 如今你认到国外了 你在国外去台湾 因为是海外路客 台湾政府也比较方便让你进去 那那个网红呢 就去台湾玩了几天 然后感觉都蛮不错的 台湾政府入境的时候啊 一看啊 这些都是外国公民呢 有一个政策叫什么抽奖 对吧 即便他是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护照的持有人 台湾政府依然是让他参与去抽奖 结果他抽了个5000台币 你想想中国人几天能挣到5000台币啊 对不对 他只是因为入境台湾抽到了5000台币 而且入境也没有那么复杂 而且还是中国护照持有人去敌对国家去台湾了 台湾也没有刁难你 结果呢 这个中国网红回到中国 被教育了一番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一中政策啊 触动了中国的敏感神经 中国政府啊就认为啊 不管中国公民你从哪里回国 你回国的时候如果从台湾回来的话 那中国的这个玻璃心就碎一地了 你可以拿一个他们就是中国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台湾通行证啊 就是大陆居民往返台湾通行证 你拿这个去台湾 然后从台湾回来 他是可以的 是接受的 一些中国人在国外去台湾的话 你如果回国是有风险的 所以说你可以在国外往返台湾 这样是没问题的 就是你在国外 但是你的下一站不要日回国 不要回中国 比如说你是在日本的华人 呃中国人 在日本的中国人 你可以去台湾玩 但是你要从日本往返台湾 也就是说你从日本飞台湾 然后从台湾又飞回日本 其实哪怕你飞往韩国 飞往其他国家都没关系 你只要不要飞往中国 一飞到中国啊 就感觉你飞到他的玻璃线 那个踩到他的红线了 他就开始跟你急歪急歪了 而且都是自己人 他还给你屁颠屁颠的 讲这些这个 比辣巴拉讲这么一大堆 对吧 自己国家的公民 还这样对他自己的人 不是说中国护照牛逼吗 其实也就正是因为 你手上拿的这本是中国护照 啊 你是我自己家的人 我就敢削你 我就敢欺负你 但是你要是换一个其他外国人的 对吧 美国人呢 美国人他也可以拿美国护照进台湾呢 同时他也可以从台湾 那个美国人直接从台湾飞到中国来 中国政府肯定不会说 哎 你怎么可以拿着你美国的护照飞进去台湾呢 你不知道台湾不是国家吗 你不知道去台湾之前要办一个通行证吗 这个对于外国人来说 这就更加不合理的 当然理论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证件发给外国人 啊 你想想这个逻辑就行不通啊 对不对 但是昨天晚上在过境的时候 其实还是不愉快 不太愉快 心情不是很好 本来准备昨天晚上 就录一段的 但是昨天心情很差 海关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就直接问 你是不是从台湾入境的 拿护照的对不起 不能从那儿过 得去人工柜台 那没办法 就直接去的那个人工柜台 那就自然如我预想到的那个流程啊 就是爱训啊 就接待我的那是一个女海关 一个东北口音 直接就是你这是啥情况啊 然后都是 然后说你知道从这个中国大陆 从去台湾必须得拿那个通行证 要我们这边的签注 知道吗 就讲一些政策 但是我就说 嗯行 我下次肯定注意 然后就反我走了 也没办法 毕竟我是中国人 总不能说我中国人拿着我的护照 我回不了国吧 后来又请的是他的领导 他领导 那个男的过来了 就说你这个你知道你这个啊 影响非常不好吗 这个后果很严重 如果有下次的话 对你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我想你自己心里清楚吧 就是那种威胁嘛 整个过程是非常 哎呀 非常难受 让我感觉 因为那趟飞机是从台湾台北飞下门的嘛 然后飞机上有好多台湾人 然后你看他们看着我们的样子真的是 对吧 就是你看中国怎么对待他们自己的这个国民呢 就是拿护照回国还要被教训 我就在想他这样是有利于统战吗 就是如果你在从台湾飞到国内的这个飞机上面 你通过这种形式啊 来对对待我们中国人 然后你觉得会让台湾同胞会怎么看 怎么相信你的话 你觉得还可信吗 他对待自己的这个国民都是这种 这种粗鲁这种对吧 不文明 而且那架飞机上不止我一个拿着护照入境的 还有好几个 但是我们都没逃掉 就一个一个接着训 就是谁都别想走 就是必须得接受他的教育 很悲哀呀 确实很悲哀感到 因为我从台湾 我从吉隆坡当时飞台北的时候 入境的时候 海关都非常文明 非常礼貌 都是欢迎你来台湾什么的 然后落地还中奖了 中了五千台北 虽然后来就丢 一天就丢了 但是毕竟让我很开心啊 刚入境的时候 入境台北的时候很开心 但是这次回厦门一回来 第一句话就是 你这是啥情况啊 然后就是说 后果很严重 你要自己掂量 就是真的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态度 本来还是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但是一入境的时候 面对海关这么一顿训 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就感觉整个机场的空气都是 让人感觉到压抑 本来是准备在机场还录一段 但是后来那天晚上机场没多少人 那个就是工作人员 已经比游客都多的感觉 所以不太敢 不像在台北 无所谓在机场 在路上 拿的时候去讲一些 这种比较敏感的话 都不害怕 但是真的 在国内一静一静观 确实那个气氛空气就自然会 自然会让人觉得你不敢大声说话 因为我在香港也落了一点点了 就很小声 我都压低声量了 但是在台湾我不会 就很放松 那种状态真的是差距很大 可能这就是两岸之间的文化差异 还有整个的社会风气不太一样 真的是完全迥异 是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差异 虽然都说中文 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瓦红也就是因为便利性 对吧 因为你毕竟从中国去台湾 那么麻烦 还说是一个国家 还说是台湾省 你是一个国家的话 我中国大陆那么多省 为什么去台湾这么麻烦 对吧 在机场还被拦下来 不让你去 你必须要是所谓的自由行程式 你才能可以去台湾 对不对 这就很讽刺嘛 两边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你非得说是一个国家 结果有些中国人 中国护照持有人 是中国自己人 中国公民 因为在国外便利 所以他就想去 啊伟大的祖国的宝岛去看看 然后回国也不行吗 对吧 从台湾回国怎么就有问题了 台湾不是中国吗 对吧 按照他们的逻辑哈 台湾不也是中国吗 你怎么从台湾拿着中国护照 就不能回国呢 对不对 这个逻辑很奇怪 这个中国人 他们不是拿着台湾的护照 他没说我拿着中华民国护照回去 他也没有 因为他是中国人 对吧 你是中国人拿着中国护照 经过台湾再回中国 又能怎么样了 当然最后被教育了一番 他还是回去了 因为主管机关也知道 这个不符合逻辑 对吧 台湾你口头上 你也听说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台湾为什么就不能 拿中国护照经过呢 对不对 中国那么多机场 那么多口岸 比如说我去上海 我去任何一个城市 我也可以用中国护照 入境跟出境 经过上海的出入境 经过厦门出入境 经过广州出入境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肯定都是拿中国护照的 对不对 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台湾就不行 对吧 你就假装嘛 你就假装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然后这个中国网红 只是回家一下 回到中国的台湾 对吧 你回国了 你肯定要有护照 对不对 所以这个理论上 也没有逻辑啊 但是中国的红线 就是这么的奇怪 结果就玻璃心碎了 我也是真的蛮纳闷的 大家就一起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影片 那大家对于这一次的事件 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欢迎在荧幕留言区 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你们拿台湾护照 去其他国家 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当然这个最主要是 你们拿着台湾护照回来 回到自己的国家 回到台湾 台湾的入境的海关 会刁难你们吗 你知道你这个 影响非常不好吗 这个后果很严重 如果有下次的话 对你未来的发展 有什么影响 我想你自己心里清楚 就是那种威胁 一张中国脸 一本中国护照 就是通往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 谢谢大家